泰國行政曝光是因為國安局內鬥的關係嗎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邀國安局長背詢 好久不見的陳明通 面對大批媒體接連提問不發抑鬱 一路擠進委員會 從論文爭議到泰國行程遭曝光後 首度露面 在野黨立委磨刀活活 前三棒包含執政黨立委 加上林長佐見招拆招 簽署機密會議 趙偉隨即要求清場 不過換成公民黨立委直詢 論文卻變成主題 由於這個角色的關係 我陳局長不回答陳教授的問題 可是很可惜 你既是陳局長又是陳教授 兩個身份都是你 但是既了解陳教授 已經以日前在律師的撇筒下 向台大社科院調查小組 做出完整的說明 被問到論文爭議 陳明通已備詢角色 不適合回答代過 在野黨立委繼續猛攻 明明是國安局業務報告 質詢卻變成拷問陳教授 還一棒接一棒 你是陳局長 你是陳教授 兩個都是我的學生 老師為學生辯護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是不是因為是林志堅的事情跑掉 而不是說今天國下 那個覺得不正確啦 你27年來總共指導出 173位瘦博士 他們的論文你都有嚴格審查看過嗎 不好在這裡回答教授的問題好不好 和會議主題不相干 藍營一陣窮追猛打 緊扣林志堅 攸關國安的泰國行程 遭曝光陳明通只能在有限時間說明 是一種認知作戰 又是認知作戰 過去中共的手法是很接近的 基本上我們看到他那個監視器 基本上都是華為的 九位的被許醫明明是國安局長 被問的都是陳教授梯 難免遭質疑是為人民把關預算優先 還是選舉重要 三日新聞 林凱主播文宣 SN小組推報道